一个流传颇广的对境化论的攻击位,生命是如此复杂,它的产生和计划是一个概率,几乎为零的不可能事件。 攻击者往往还傻有见识地做一般概率计算,证明即使把宇宙的时间全都用完,也无法自发生成一个细胞。 其实这是一个走被打耳闻,用自然选择原理解决了的问题,大度复杂的事物可以分解为更简单的事物,一步一步的通过选择形成,突变是偶然的。 但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偶然性大大降低,生命的产生和进化并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因此不能做简单的概率计算。 距离来说,大麻将摸到一手轻易色一条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或许从来就没人摸到过。 但是通过不断的换牌,最后得到轻易色一条龙的机会虽然很小,还是有许多许多次出现了。 严格地说,基因突变也并非是完全随机的,基因组的某些区域要比其他区域更容易发生突变。 在物理、化学因素的作用下,基因组也会自发形成某种有序的结构。 这种所谓次组织现象,更大大降低了生命的产生和进化的恶不然性。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次组织,对生物进化的作用,并不亚于自然选择。 事实上,次组织是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都普遍存在的现象。 如果不考虑自组织因素,而单纯做概率计算,我们会发现水结成冰也是一个概率,几乎未赢的不可能事件。 以概率计算攻击进化之荒谬。 由此可见,比利时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德迪夫所诸活力之臣。 Dust各试图说明,生命起源和进化,乃是生物化学作用的必然结果。 它的新版副标题,生命作为宇宙之必然。 LIFE AS A COSMIC IMPERATIVE 原副标题为的《求生命的起源和进化》,即是对这一观点的归纳。 现年83岁的德迪夫是现代细胞生物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因发现融媒体和过氧化物媒体这两种细胞性,而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胜理学奖,晚年致力于研究生命起源和科普创作。 在此之前,已出版过两本很受欢迎的科普著作活细胞导游。 Guided Jorof the Living,Cell1984,和细胞蓝图,RulePrint,ForeoCell1991,再次转中。 他说,我计划将我的余生贡献,与今一步踏套我们对生命和心灵质益增长的了解能告诉我们宇宙有何结构和意义,宇宙只有结构。 这是科学一发现的,事实上也是科学研究能够成立的前提。 但是宇宙是否真的有意义?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 德迪夫认为,宇宙的结构必然,能够产生生命和思维,再由思维发现宇宙的结构和理解真善美爱,就是宇宙的意义。 这是一种改头画面的目的论,只不过导向目的的神秘力量,由生物化学力量所取代。 宇宙学认为,我们的宇宙的确令人惊讶的是一生命的生存。 如果在宇宙大爆炸的最初时刻,物理常数略有不同,就很可能不会有生命。 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宇宙有什么既定目的或意义。 对此最简单的也是最好的解释,是人属原理,常被不恰当的意味人者原理。 因为这是我们所从属的宇宙,如果没有这样的宇宙,就不会有我们人类。 可能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宇宙,有着不同的生存条件。 我们无法知道而已,我们很容易把一个紧知,未必是仅有高不然结果物解为必然结果。 根据现状去推向其始条件的必然意义,乃是没有意义的事后诸葛亮。 就像一位在混战中夺得皇位的人,自称是真龙仙子。 不管宇宙是否有异议,我认为没有。 我们的宇宙看来是充满活力的。 我和德迪夫一样相信,宇宙中充满了生命,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宇宙中不满了事与生命生存的行星、卫星、生命小分子到处都是。 而只要有合适的条件,生命就可能产生。 在某个事一星球上的生命产生,未必是一个必然事件,但也不会是一个小概率的偶然事件。 而只要考虑到宇宙星球之多,年代之久远,宇宙就必然是充满生机的。 但是我无法同意德迪夫的观点,认为生物进化存在从简单到复杂的总方向,最后必然产生理性生命。 生命的发展趋势是多样化,任何能够适应环境的方式,不论是简单还是复杂,都是可行的,并不存在一个总方向。 当然,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途径是存在的。 就像存在着复杂到简单,或复杂度不变的其他途径,我也同意在宇宙中可能存在许多理性生命。 我们人类并不孤独,但这绝不意味着理性生命,是计划的必然终点。 而同样是一个概率并不很小的可能事件分布,在众多星球上所体现出来的必然结果,其他星球上的理性生命也绝无可能与人类相同。 我们这个物种,乃是无数偶然事件的结果。 德迪夫令人惊讶地认为现存物种有着高级和低级之分。 在他绘制的生命术中,不同的枝杆矮高低排列,被置于顶端的是人类,这种以人为中心,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界阶梯的观念,从达尔文起就已被抛弃了。 但在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心中,仍然根深蒂固,不管你是否同意德迪夫的宇宙观、进化观,活力之城都是一本妙去恒生的科普著作。 他描绘了一幅从生命最初的分子到人的心灵产生的地球生命进化的全景图像。 一般的进化论科普著作都着重于多细胞生物的进化。 这本书却将重点放在了生命起源和单细胞生物的进化,占了七分之死的篇幅。 我还没有见过有其他的科普著作如此,全面又通俗,的介绍生命起源和进化的生物化学因素,而且没有用到一个化学方程式,对多细胞生物的进化介绍叫为简略。 但也涉及了个主要方面,一般读者可以将这本书作为全面了解的求生命进化使得很好的入门读物,感受一次以人入手的生命之旅。 在旅途结束时也不妨思考一下德迪夫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宇宙是否有活力,会思想,有意义? 2000年4月22日收入方舟子次选习,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